全唐诗卷27332 除夜素石头意 代书轮 旅馆谁相问 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近夜 万里未归人 辽落悲前世 知离孝此身 愁言雨衰病 明日又逢春 全唐诗卷27332 除夜素石头意 代书轮 旅馆谁相问 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近夜 万里未归人 辽落悲前世 知离孝此身 愁言雨衰病 明日又逢春 这首诗 大致的意思是 在这寂寞的旅店中 有谁来看望慰问 只有一盏灯 冷清的孤灯 与人相伴相亲 今夜是一年中 最后的一个夜晚 我还在万里之外 做客飘零 未能回转家门 回首前程 竟是一事无成 令人感到悲凉伤心 孤独的我 只有苦笑 与酸心 愁苦使我容颜变老 白发排满双鬓 在一片叹息声中 又迎来了一个新春 此时当座仪 诗人晚年 任辅州刺史时期 这时 他正寄居石头裔 可能要取到长乡 东归故乡金坛 代书轮 唐代诗人 自幼宫 一座刺宫 金坛人 金属江苏 曾任辅州刺史 容管经略史 其诗多表现隐异生活 和贤士情调 缘有吉 以散意 名人及有代书轮吉 全唐诗陆其诗二卷 出生于一个隐士家庭 故受隐异思想 严重 早年 以文学著名 晚年 上书 归隐山林 为道士 其诗作为表现 隐于 闲适的生活 和山林 舒适的情调 岳父 恕民间几苦 七绝 清涓身晚 仇言雨衰病 明日又逢春 都提醒你 不见了 我说 闲适的衣服 他继续 末尔